hello大家好 我是部長 歡迎收看跟收聽電影 庫拉布 Welcome to the club 那這禮拜的節目呢 我們要來除了帶大家看一下 有一部電影就創了一個非常驚人的票房紀錄之外 我們當然也是要看一下前幾天的一個大新聞 就是小勞勃道尼 就是回歸飾演MCU的一個反派角色 末日博士 想要知道我對於這個事情的想法 就是在今天這次的節目 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最近上班的時間有點忙碌 所以其實剛好這禮拜的太空小姐 她要在台中 所以人不在 所以這禮拜的電影庫拉布 就是由我來跟大家來聊聊最近發生的事情 因為最近還是有發生很多事 所以我覺得這禮拜照理說 平常我們是會就是休息一個禮拜 但是因為我們上禮拜因為颱風 所以這個錄影的時間剛好遇到颱風架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錄音 所以就上禮拜就休息了嘛 那這禮拜呢我覺得不能再修了 就是還是要整理資料 讓大家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於這些事情的一些想法 所以這個我相信大家應該也都非常的震驚 震驚 然後也是想說到底這個是好 對漫威是好是壞 那我等一下會在節目的後段呢 來跟大家來好好來聊一聊 那同時呢也希望就是中南部的朋友就是不管是哪一邊啊 就是有因為這次這個凱米的颱風 有受到一些災害啊 或者是一些需要恢復家園的部分 只要你就是有因為這個颱風而受到一些 這個困難哦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趕快平復 趕快能夠恢復正常的作息 那就是這這次真的是看新聞 這也算是知道說有很多人的家都很慘 對對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夠趕快恢復平安 然後人的這個健康啊 跟安全的是最重要的 當然最近還有這個哦 身為一個喜歡看體育項目的人啊 啊這個最近剛好奧運也開幕了 然後也有很多比賽也正在如火如荼的正在進行啊 所以這個現在最近每天的晚上 就打開這個愛爾達 然後就在那邊看各種各種項目 其實我覺得對於喜歡看體育項目的 就的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因為很多項目 可能因為收視率的關係 所以在日常啊 我們在看一些體育台啊 可能比較常會看到的是 這個棒球啊 或者就是籃球啊 可能還有F1啊 就這些比較會有收視率的東西 但是很多像什麼 滑這個馬術啊 或者是什麼 這個這個激流泛舟有沒有 滑船啊 或者是艦輯啊 就這些其實很多 你可以看到很多臺灣 這個這些中華健兒啊 就其實都也有參加這些項目 但只是因為 呃太不熱門了 所以你很難看到 他們的比賽表現 所以我覺得這次奧運的其中 對於我們來講 就我們是一個相對來說體育的弱國嘛 對我們強的項目可能或許 呃這個像棒球 我們這次就是奧運就沒有棒球這個項目 對所以呃其實 我覺得可以看到很多 就是真的很認真的這些題 這個運動選手們 就是一段不斷的在努力 就是在在努力球表現 對那我覺得 我覺得目前看下來 今天是這個 呃禮拜三啊 我覺得目前看下來 我們中華隊 對這個的這個簽運跟運氣是都不太好 我已經看到好多個項目就是 我們都是輸給 那個項目的金牌 或者是什麼 那個項目的世界排名第一 哦 就都是這樣輸 那有一些比較有把握的剛好又 真的是也像像楊勇偉就很衰 就他在那個表現裡面 就是他表現沒有不好 但是他雖然說世界排名第一 但他就是輸給了那個今年奧運的金牌 對就是就是各個運動射箭啊 或者是很多像拳擊也是 就是都運氣 這次的運氣真的是蠻不好 但我會覺得 就是也不要因此而氣餒 因為這次常看到很多網友啊 就是看體育上賽事 就是可能都是有一種坐在很高的高處 你坐在101的高點 再往下看這些一樓 這些運動選手們 就哪一個人有好的表現 我才要去支持 才要喊說 哦這個台灣之光 台灣好棒棒 可是 呃這些人只要沒有表現 或者是說輸了一個應該要贏的比賽 哦就可能就開始罵 就開始說 哎呦這早就這樣 什麼誰誰誰不意外 或者是呃這個努力一點再來再來打 我覺得這種 我覺得應該要是要不斷的要替這些人加油 而不是 呃就是不斷的做謾罵 對因為我們的環境真的是很辛苦 對然後我們經不起這樣子的一個對待 對就是說雖然說好像 我們很常因為我們我們台灣人啊 就是你看好假是以籃球來講 台灣的籃球最近也是非常的混亂嘛 那因為我們平常看都是看NBA NBA是這個世界上最高的殿堂 所以我們很容易就是建立的標準是建立在很高的標準 所以我們會回來看我們台灣的狀況 就會想要用這個NBA的標準來去看 呃這個台灣的狀況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的教練 台灣的球員 台灣的環境 就是跟還有文化 就整個跟NBA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反而不能這樣子去講 我們可能要用更呵護的方式 去好好呵護這個運動項目的環境 我覺得不只籃球 我覺得很多很多環境都是很多項目 不同的項目都是一樣的狀態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 這是台灣人普遍會遇到的一個狀況 就是因為我們常常都在看 可能演藝演藝 媒體呃娛樂 我們可能就是常在看K-pop 可能常聽日本 然後聽歐美 這種就是都是 呃市場發展的很很大很高 高度很高的這些東西 那回來看台灣的東西 就開始用這種高度去看台灣的level 那但是我們其實應該要更更加的去 呵護他們才能夠讓 台灣在這塊能夠有有所成長 環境能夠更成熟 好啦這個是題外話 對那我們就首先一開始 就來跟大家來聊一聊 就是票房的部分 好首先呢就是台灣的週末票房 那台灣週末票房前十 這個第一名當然就是死世與金鋼狼 那這部電影我之前在上禮拜天就有 很開心就是 呃不少放行 然後有去看 對那 這個我之後會再找一個機會 再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對於這部電影的一些看法 對那目前在台灣上映週末 是累計的7817萬的票房 那累計是來到了1億哦 因為他是在 呃可能是在禮拜三的時候就上了 所以先累計的 大概幾幾兩兩千 兩千萬左右的票房 對所以目前累計是已經破億了 1億 呃0241萬 那第二名的就是龍捲風暴 然後這個是 之前龍捲風的續作 這部我還沒有去看 對那這個應該要在可以找機會 但是我應該會在等串流的時候看 對那龍捲風暴呢是累計 呃上一週是1239 累計的是5652 對第三名是腦筋機轉彎2哦 是1225 累計的已經到4億7136萬 這個在台灣的 不管是動畫或電影史上 都是一個很驚人的票房數字哦 都絕對都是名列的錢包 那第四名就是神通奶爸4 上禮拜是944萬 累計的是1億4769 對那第五名是名偵探柯南 100萬美元的五人星 對是704萬 累計是1億 這個9085萬 快要破2億了 那第六名是哆啦A夢 這個大雄的地球交響月 是445萬 累計的是2996 也快要3000萬 那第七名是嘎啦 是210萬 累計是838 那第八名的劇場版 藍色監獄 是199萬 累計的是2911萬 那第九名的是急進計畫 是185萬 累計是1060 那第十名也是芯片 是劇場總機片的孤獨搖管 V 那是180萬 對那可以看到台灣的票房 就沒什麼意外 就台灣的票一直以來都只是 一樣就是只要有部大的芯片 就是會有個極度L型的一個狀態 就第一名會超多 那第二名就掉很多 然後就第三名一路到第十名 這樣子 對那這週的表現 當然最突出的就是死士與金剛狼 那我簡單先講一下 我對於死士與金剛狼的感覺好了 就我會覺得說 這對於就是 如果你有長期在看福斯 這個 家族的 福斯家族的這個 超級英雄電影 我覺得這部算是在想要好好的 給這個系列一個收尾 對我覺得死士這次在第三集 就是肩背著肩負著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任務支線任務 對那他也因為就算是已經到後期 就我覺得福斯跟迪士尼合併之後 就也釋懷了啦 就覺得很多東西就不用硬綁著 就比較多的門就是開啟了 讓這個死士可以利用他的這個英雄特性 去把很多東西拉進來 那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很多 我們可能原本去期望 會拍到 想要看到的東西 可以在這裡面好好的去實現 但我覺得就有點像是 粉絲一直都很想要 那我們就在這個時刻 這一個小moment 就是通通都給你 對那當然就是 你會 就是我覺得粉絲都很開心 但我會覺得說 這部電影還是多少 還有一些小問題就是 電影不應該建立在這樣子的東西上面 我覺得情懷當然 這個念舊罵路在你心裡面被激出來 我當然是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電影還是本身那個主幹 那個核心詛咒還是要有 對那如果都是建立在這樣子的情懷裡面的話 我覺得就有點可惜啦 不是說不好 我看了之後當然也覺得 很好玩很開心 那死士跟金鋼狼這個也是玩的 很有他的 sense 他的那個段數很高 但我覺得就是他覺得可以做的更好 就跟羅 你看拿羅根來比 你就會覺得羅根就是一個非常 你可以進入到金鋼狼這個角色的內心 去感受他一些在這個狀況裡面發生的一些事情 對那我也對於這個時事與金鋼狼裡面 我覺得最有印象的演出就是這個 大家如果不介意就是小微雷的話就大家 這可以聽 但如果你是那種想要以白紙進場的 就大家自己就把聲音關掉 對那就是裡面有一段就是 這個修傑克曼在跟這個金鋼狼跟死士在車子裡面 他們就是金鋼狼就是在講就是他對於一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有一段戲就特別就是有放在羅根 就是放在那個修傑克曼身上 然後我覺得那段戲演的真的好 展現了修傑克曼的價值 對那段完全就是在展露他 為什麼有他來演金鋼狼是最適合的一個人選 對那當然這裡面那段是真的很棒 不過後面就有很多就一些設定上或者是一些 劇情走向上的一些問題就還是有些漏洞 就你會覺得他怎麼會這樣 但就整體來說就是看起來是一個娛樂性非常高的一部作品 那這是台灣週末票房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北美週末的票房 那哇北美的週末票房 大家就如果最近的收聽我們的節目呢 其實就可以去看到就這次數字到底有多扯了 這個死士與金鋼狼呢 在上一個週末三天五六日 單獨獨單獨三天就在北美開出了 確切的數字是兩億一千一百四十萬 這個票房非常非常恐怖 我之前在我的天文裡面有貼哦 就是為什麼這這個票房數字很恐怖 是因為如果大家在觀察 就是北美這個 三天五六日這個數字呢 其實就是會看到他們都只會待在 就是可能開到八千萬啊 或者是都美金啊 就是開到八千萬九千 甚至是五六千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哦那那如果是破那種破一億的哦 那就是真的就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那前一陣子腦筋幾百萬 就也開出了一個非常妙漂亮的數字嘛 那這都是很少很少會發生的狀況 哦那我沒想到 就是死士與金鋼狼居然可以在前三天 不只是不是一億哦 是兩億哦 兩億一千一百萬哦 哦這個這非常非常的厲害 對那真的是這個數字一開出來呢 就是他就是破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紀錄哦 對那呃就是給大家一個數字啊 就是蟻人啊 大家知道蟻人3有沒有 蟻人3哦 當初從上映然後到下檔 在北美的部分哦 總共總共也就是票房 就是大概兩億一千四百萬左右 對你看那個金鋼狼這種三天就已經 就已經是蟻人3的整個這個上檔下戲 上檔下檔的整個總共的北美的票房了 你就知道多驚人了 所以其實死士與金鋼狼 在這個MCU啊 還有像福斯的這個電影啊 還有各種紀錄裡面都已經 前三天就已經開出來 已經是列上很多排行榜的前幾名了 那之後我們也很期待 就是這部電影在後期在MCU裡面會 落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哦 我今年就有出來幾個票房怪獸了 然後進擊轉彎啊 然後還有像這個奧本海默跟巴本海默 就之前在比較上半年的時候 都都已經開始開出一個非常驚人的 這個這個票房巨獸數字哦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北美週末的上禮拜 當然第一名就是死士與金鋼狼 那第二名呢就是這個也是龍捲風暴 對龍捲風暴呢上週是有3400萬 那在第三名就是神偷奶爸四 是1400萬 那第四名呢就是這個腦筋急轉彎二 是860萬左右 對那不過呢腦筋急轉彎二呢 在這個最近稍微掉的比較多一點點 神偷奶爸就一直以後還是維持在 在中段班左右 對因為可能這個 大家對於神偷奶爸是比較是這種 比較真的是再更往孩童向一些 所以就他的票房會比較 持續的力道會比較強 對那這個腦筋急轉彎二呢比較多是這種 比較能夠理解情緒處理的這種 可能是10歲以上左右的這個年齡層 所以就比較不是10歲以下 對那當然了票房還是表現的很好 只是說他現在已經開始看到他 開始往下掉了 在第五名就是長腿 這個長腿在北美那邊就是真的是 呃維持都很好啊 對他是開這個上一周是670萬 那可以看到就是今年的2024年 就是三天的這個 票房數字裡面我們來看一下 這前幾名會是哪幾步 這個第一名當然就是死士嘛 就最近才開出來 那第二名當然就是腦筋急轉彎二嘛 也是之前開的 這就是分別是2億 0500萬跟15400萬 那第三名就是沙丘二 你看第三名就一路跳到了8200萬 你看那個數字掉多少 對那第四名就是8100萬 就是這個龍捲風暴 那第五名就是戈吉拉 就是8000萬 那前面這個沙丘二啊 龍捲風暴啊 跟這個戈吉拉的這個新帝國 就其實這三部這個數字是相對對 我之前這樣長期在看 這個北美票房的人來說 其實這數字反而是正常的 對我還記得那個 我還做月中的時候 沙丘二上映嘛 也就是那個時候差不多2月3月 對差不多2、3月左右 對那個時候 8000多萬是很正常 哇這個現在這個暑假 一開始不是大家還說 那時候我們在做這個前幾集 那個時候電影哭發布的節目 我們不是還在觀察說 哇這最近電影這個疲軟啊 這個什麼時候才會有這個 出現拯救暑假票房的 的那個救世主呢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是腦筋機轉彎 哇現在這個 十四語金鋼狼又再次突破 我們的這個想像了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在北美的部分 這個 十四語金鋼狼到底破了多少紀錄 好我們來看有哪些第一名 這部呢是 呃萊恩雷諾斯這個演員 生涯的最好的首映三天 那這也是修傑克曼最好的 首映三天的票房 就是他們的電影 他們演出過生涯裡面 有演出過的電影裡面 這部就他們 手最好的首映 對那再來就是也是這個 Sean Levia就是這個 這部的導演他的第一名 所以導演跟兩個主演 他們生涯的 首映三天票房代表作 就是這部了 然後再來在這個整個 X戰警的系列裡面 X戰警的這個 整個整個系列裡面的 他也是這個 也是第一名的首映週 對那他也是2024年 就是今年 在這個北美部分 第一名 也是第一名的首映三天 對那他也是這個 這個史上 就是限制機 這個類別裡面 史上 這個類別裡面 也是前首映三天 也是第一名 再來也是這個 史上7月 7月的第一名 那這些當然都是北美 然後因為他的 他的首映三天的數字太高了 所以 還有很多很多紀錄 都是跟首映三天有關 然後他也是這個 在2020的這個世代 就是從2020到 2029這段時間裡面 北美這個首映票房裡面的 第二名 對 那第五名 再來是 再來就是MCU的北美 他是 首映三天是第五名 前面當然就是有一些 像是什麼 終局之戰啊 這些的都在前面幾名 他那個紀錄還是沒有破 但是第五名也是很恐怖了 再來呢 就也是在這個史上呢 這個北美的開 開 首映三天呢 他是這個第八名 他是第八名 他也是第34部 這個MCU的這個 這個宇宙裡面呢 就是只要一上映 就直接 做到排行榜第一名 他在連續第34部了 我想說你不會不意外啊 因為畢竟 這個2020 這個08年 2010到現在其實都 漫威本來就是都是票房的選擇 就是只要是第一個禮拜 通常都是 都通常都是第一名啊 對啊 那因為他是限制集的影片 那其實之前在這個 呃 迪士尼跟漫威都比較少有 這種限制集的內容嘛 那其實這次限制集的作品 就是他也是創了很多很多紀錄啊 對啊 那那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他這部也是 就是這跟觀眾證明就是說 你是限制集的 不用擔心 票房還是可以表現的很好 所以我們也很恭喜這個死士 跟金剛狼能夠 呃 開出一個很棒很棒的一個票房 那我相信在後期呢 應該也會有更好的一個票房數字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一個台灣啊 跟這個北美的一個票房分析 好接下來呢 就下一個部分就是要來 稍微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這次在這個聖地牙哥 這個動漫展裡面的一個 超級大新聞呢 也就是我們的小勞婆道尼呢 就確認要重新回歸要來飾演 這個這個末日博士這個角色了 我相信這個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各種新聞啊 都已經看到那個出場畫面 我們看到這個羅素兄弟 也是同樣回歸漫威MC 羅素兄弟在跟大家講說 呃我們這個對於 這個接下來的這個計畫 我們要拍這個 這個末日博士啊 然後我們相信必須要找到一位 就是實際上就只有一位 呃可以來飾演這個角色 然後就是在在醞釀說到底是誰 然後就這個面罩一打開 哇這個觀眾看到是小勞婆 到底又整個都傻眼 全場歡呼 整個這個這個聖地牙哥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Hall H 就整個觀眾都整個歡呼 然後大家都很意外傻眼 然後這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 那個那個反應啊 就是很多這個不管是這種媒體啊 或者是這種專門做這種 呃這個漫威電影分析跟觀察的人 大家都是 蛤 哦好 就觀眾當然是很興奮 可是我覺得對很多人都對於這樣漫威 呃迪士尼就是說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就是都會有一點點問號 都會有一點問號 對那有傳出來說 他這次的片酬有高達8000萬的美元 對那其實大家也都知道這個羅素兄弟 你知道我一直在講 就是電影不是卡牌遊戲 但是當你看到 就一些卡牌遊戲的這種操作出現的時候呢 我相信 大家應該都還是會非常的興奮跟開心 對像我們就是 最近漫威當然就是 如果你有看死世與金剛 他們會說就是漫威現在就是在低谷 在低潮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呢 我們就是他們能夠成功的抓回來 就是這個羅素兄弟來做 我相信很多粉絲都會覺得說 哇穩了 就是 就是沒什麼問題 但我自己個人會覺得說還是要看作品 並不會說好像 我一看到羅素兄弟我就整個高潮 然後就覺得說就是這樣了 就是一定要羅素兄弟拍才叫漫威電影 我覺得也不是 一切還是要看 對然後 呃 但是如果看到他們決定要把羅素兄弟帶回來 然後又再把這鋼鐵人帶回來 我覺得就是 啊就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覺得是當然你會很興奮 以一個新聞的爆點來講 這個消息當然是非常 呃這個很好 很有娛樂價值 我相信你看 現在這個消息出來後 有多少人 在網路上就是做出反應影片啊 包括這次影片 對有過做出各種分析啊 或者大家開始去想 到底是什麼原因啊 跟到底有什麼什麼 就是很多影片都會出來 對這就本身就是很有娛樂 呃新聞價值的一個一個事件 對可是就對於我自己 對於這個作品的觀察來講 我我前幾天 前幾天也有辦一個投票 就是說 這個你認為就是找小老婆 到你回來飾演這個末日博士 你的感受 是什麼 你是支持還是反對 還是說等電影出來再說 那裡面有這個還蠻多人投票的 有兩百 我好像印象沒錯 兩百多票的人是 覺得說 呃還是觀察一下 因為其實 呃這個事件出來後 有幾個事情就確立了 第一個就是這個 鋼鐵人 這個 這個I love you 3000 那個畫面本身 就那個那個那個 感動的程度 那個經典的意義呢 稍微有下降一些 對因為當時我們常常會說 就是電影在醞釀一個角色的死亡的時候 如果你又再把他帶回來 你看像孫悟空 七龍說孫悟空一開始 這個一開始就是 比克用這個魔罐光砂砲 然後 往那個拉蒂子 抱著拉蒂子的悟空肚子 射下去的時候 當時真的是會很絕望 想說哎呀他要死了 對可是 你看一直到現在後期 因為大家都 死這件事情 死亡這件事情 對於這個七龍珠的系列的 這個觀眾來說已經沒差了 對不對 就是大家可能會知道說 他們會去一個 這個這個借王神的地方 就他們這個個體 其實在故事裡面都還在 並不是說死了就掰了這樣子 但是這個事情就在七龍珠裡面就 重量就少了很多 對所以我覺得任何系列 對於處理死亡這件事情都要非常的小心 跟謹慎 當然你可以說 啊小勞伯道尼是演員啊 死的是鋼鐵人啊 鋼鐵人確實是死的啊 只是這個演員在回來演一個 另外一個角色而已 但是我覺得就以觀眾來講 就是視覺我們都知道 就是小勞伯道尼 所以我們就以視覺來說 他就是回來再飾演另外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反派角色 雖然我們當然本來就會 就是保持一個正面樂觀的態度 去看這一次的處理 就是說我們也是希望 他能夠好好地把這角色演好 但同時你就會去想 很像打棒球 就是你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 這樣子一路打打打打到第九棒 當然棒球只有九棒 但是就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所以漫威在這個階段決定 要回去找小勞伯道尼 就是他已經沒門了 他已經沒有 沒有任何想要去發展的可能性了 各位觀眾我們就是要回去找 我們的流量密碼了 就是不會再去 用我們的作品去發掘一些新的演員 像其實剛開始 一開始去找小勞伯道尼也是 他當時的這個生涯狀態 也不是說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演員 對那包括鋼鐵人這個角色其實也是 那漫威當時就是用這樣子的組合去把鋼鐵人 這個IP把小勞伯道尼推上頂端 就是當時是這樣子的環境 那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是處理一段時間 就是當然那個強大聲 Jonathan Major就出了這麼多事情以後 那決定要把整個故事給換過來 變成是在講末日博士嗎 不講康了嘛 吳康了嘛 對 然後 呃 決定要換過來 其實也是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決定 我相信這也是很困擾 就是說 哎呀就是我們出事了 那現在就是要把整個扭轉過來 也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啊 對那他們也是頭很大 對那我但我會覺得說就是找了 小勞伯道尼回來 雖然你可以創造出 就是這種觀眾在底下 大吼 說太棒了 好爽啊 哇 小勞伯道尼 哇這種各種聲音 整個流量跟聲量整個會拉起來 對 然後大家好像似乎有一種 錯覺好像漫威又回來了 但我覺得現在目前 以目前的狀態來說 我都只是錯覺 現在丟出來這些新聞都只是 他們丟出了粉絲愛聽 喜歡聽 喜歡看的東西 對你看這個 當我們在想說我們做漫威的東西 的流量都越來越低 大家越來越不care 漫威的東西的時候 你看這種東西一出來 這個 講漫威的東西的流量 都全部都變好了 就是 對就是就是全部都變好了 然後大家又似乎又開始重新在乎 然後漫威要再起了 對但是在任何作品出來之前 我都都會在上面這個打一個問號 對因為其實 那個條件都沒有變啊 就是你要了解這個作品 你前面要了解一大堆事情 你看像那個十四語金剛 就也是有這樣子的狀況啊 你裡面要知道什麼是TVA 你等一下去看洛記啊 你才能夠知道說你的東西在 資訊量是落在哪一個基準點 那現在漫威的東西問題就出在 你必須要一個基準點才能去理解這些東西的發展嘛 對那這些東西條件都沒有變啊 那就是繼續再往前走 要講那個這個末日博士啊 跟這個秘密戰爭 就其實其實這幾個 就是當然 本身之前我們在做分析說奇異博士2 這部電影作品做完 我有去做一個解析嗎 就說其實 呃 要往那個方向去是正確的啦 那我相信那也是會是一個心風邪雨啊 然後也是會在 在把好不願意這個 可以介紹出來的這個經濟四超人 再把它帶回來 對那那其實這是我覺得目前漫威就是可以去再往前去走這一步 那但是後續像包括這個雷霆特工隊啊 在這個明年的5月2號上 還有這個美國隊長吳衛星世界就是在 也是在明年的情人節上線 就是說在這個2025跟2026啊 這個感覺會回歸到一個任常 這我們熟悉的這個漫威上電影的一個節奏 現在這個漫威的電影上 這今年的就是上的沒有這麼的頻繁 那以前過往就是 呃情人節像黑豹有沒有 黑豹也就是之前的情人節的檔期上 然後可能4月跟5月 都會有都會有兩個大的 這個這個漫威電影會在這個時間 然後可能會在11月我記得也會有 然後12月就是年底也都會有 所以其實之前這個漫威都會把整年度的這個上映的時間都把它鎖死 當那個有很多就是 全盛時期的時候 就是都是這樣子很正常在在更新 很像youtuber日更或者周更的這種感覺 每一年就這幾個檔期 你就看到一部新的漫威作品 但是今年就是這幾年就是稍微漫了很多 我當然也除了疫情之外 就他們最近的作品都不是 這個出來的評價都不是那麼的好嗎 對所以呢 這最近在2025 2026最近這個聖地亞哥動漫展 可以看他們的更新就要恢復到 以前的那種狀態 就是包括像這個復仇者聯盟 就是也是在2026年5月 2025年5月都會再上都會上 那這個 呃都會 還好這個近期四超人也會是在 2025的7月嗎 對啊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他們都把安排的非常的穩 2月5月7月11月12月 對就是會有這樣子的檔期的安排 對那很多很多故事都會稍 就會就會開始恢復到一樣的節奏了 但是我必須要講我這個對於整體來說 這個這個小勞勃到你回歸飾演這個東西 我還是落在中間的一個位置 就是可能還要再觀察一下說 他到底這個這個決定是好是壞 我還是在一個中間的位置啊 對但我個人還是比較偏 偏如果不一定是在這中間 我覺得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我可能還是偏向是 偏不支持一點點 因為我會覺得 他們又去走了這個最好走路 雖然說小老婆到你很貴 但是我覺得他們就走了一個 這個大家最期待 或者說最能夠激起大家興趣的一種方式啦 對但我相信也可能是因為漫威現在 真的很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強心針 因為真的快要不行了 對 但是會這樣子做決定 你也同時會覺得說 他們真的是沒路了 沒有方法了 所以得要用這個 他們篤定能夠用來 就是活絡這個討論度的一個方式啦 好那當然呢 就是我們的節目裡面 通常都想要激起大家的討論嘛 所以我今天討論這個 這個鋼鐵人回歸飾演這件事情 就是 呃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 然後大家可以在我們的留言區裡面 去留言去討論說 到底你自己覺得到底 鋼鐵人這件事情回來 不要講鋼鐵人 小老婆到你回來這件事情 到底你認為是支持還是反對 然後你覺得這到底這對於漫威來說 是不是只是繼續再往下走下坡 還是說你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 巔峰要準備開始 一個2008年 就是又回來了 我們要來一個新的10年了 你的想法是什麼 對我們來說都非常非常重要 對那就很開心 就是能夠看到大家能夠 如果 如果大家能夠在下面激烈的討論 我覺得 只要是很理性的討論 我都非常開心可以看到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 電影庫拉布是一個 電影club 對不對 movieclub 對那希望大家能夠來到這個電影 像讀書會的感覺 大家可以在裡面討論 這是我 我們節目最希望能夠達成的一個目標 跟希望 這初衷 這是我們節目的初衷了 好下禮拜沒有意外的話呢 應該就會回歸 就是這個在錄音間 然後跟太空小姐討論一些 最近的一些電影 對那最近當然也有很多 作品正在持續上線 最近比較多時間在看奧運 那當然就是最近還有這個龍 最近我比較常在更新的 還沒還我得要趕快看完 就是這個龍族前傳 還有這個大雄餐廳 還有這個這個黑袍糾察隊 這幾個我還剩下幾集 還沒有看完 所以 最近應該會把這些都完成 那最近這幾天應該還會再上 那個死士與金剛狼的一些感想跟想法 對我再另外用另外一支影片來錄 對那就很感謝 就這禮拜大家的加入 那這個下禮拜我們就會持續 一樣在持續更新電影庫拉部 那我們就感謝大家的收聽跟收看 記得訂閱部長 然後如果要支持的話 就是最近頻道就是更新都是會 比較都是podcast 或者是這樣子影片為主啦 對那就是很感謝 就是一路到現在 還有在支持頻道的各位觀眾 或聽眾朋友們 對那這個畢竟 現在這個 可能大家對於這個電影的資訊 對於這個頻道 我會發現說有些改變 對那我就很謝謝 就是對於 能夠陪伴著我一起做改變的各位 感謝各位的收看跟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是部長 拜拜